哈喽,大家好,我是妈妈Shu 今天来煮的是香川炒鸡蛋 冬天到了,浩院的香川苗生得很漂亮 今天来摘来煮菜 香川念苗含有丰富的卫生素 控物质和蛋白质 首先煮滚水 然后将香川苗放入滚水中 放入两分钟左右 香川本身含烧酸盐和亚烧酸盐比较高 所以一定要用滚水 煮滚才可以食用 将陆口的香川苗逢在冷水中 保持它的颜色清落 将香川苗控干水分 将香川苗切碎 備用 在碗里打入3个鸡蛋 放入少少盐 然后将鸡蛋拌匀 備用 在锅中开中火,然后加油 油热后加入香川苗 将香川苗炒一炒 然后加少少盐 加四分之一茶匙的鸡精 加四分之一茶匙的鸡精 慢慢将调味料拌匀 将打好鸡蛋 篮在香川苗上面 看到鸡蛋差不多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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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鸡蛋将香川苗拌匀 慢慢炒一炒 这样的菜就煮好了 香川的食用时间比较短 只有春天开始有得吃 希望大家不妨试一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